各位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之後在這盒一程之後 我們的動作文學期間 大概就只有我們跟著一張 那我們現在來歡迎 Dimension的GTO 劉一茲來跟我們分享 Castbook Reforce the Natural Law of Privacy 好 謝謝 葉一茲 然後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然後我也是來自大陸 我是上海人 然後之前在美國待了四年多 然後讀完了很多的碩士 之後回到國然後重演 然後我們現在做的事情呢 其實就是說 我們現在在做的事情呢 第一是我們是一個完全開源的公司 我們是一個所有的repo 全部開源的一個公司 然後第二我們是做這個開源 這個隱私保護的一個公司 我們的目標就是說想要幫助大家 所有用戶都可以在網路上面 好好地保護他們應有的一些隱私 那我今天就開始我們今天的這個 這個這個slice 然後今天講的是我們一個產品 叫做這個Maskbook 然後它是一個亂七的一個插件 它現在在Chrome Microsoft上有 好 那我們先講一下 我們快速講一下 本來其實這個slice本來應該準備滿長時間的 但是這個可能時間有限 所以我會快速講一下 第一呢是熊市隱私 那它是一種公民的一種權利 對吧 是保護公民自主權和尊嚴的一個最基礎 最基本的這麼一個權利 然後很多其他的公民權利也是建立於隱私之上的 然後隱私可以幫我們代碼呢 可以建立其一種就是限制別人 可以隨意access你任何信息的這麼一種權利 然後確保我們會被不想要 或者說無關的人士所violet 或者說被他們操控會影響 那我們一次被侵犯了嗎 其實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在2016年的時候 這個美國總統大選出現了這麼一個 非常這個舉世矚目的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Kambridge & Nellica這個公司 它幫助了 這個Facebook在間接幫助了川普 贏得了美國大選 這件事情其實已經是在這個網絡上 已經基本上是一個確定的這麼一件事情 那大約有8700萬人受到的影響 然後這個它不僅影響到美國總統大選 還影響到了這個2016年的這個英國脫歐的這個公投 然後還有這個2018年的這個墨西哥的 General Election 然後臉書的官員一直都在講說 這只是一個issue 只是一個很小的mistake 但他們從來沒有說過說 這是一次data breach 然後這個 這條分析以外的還有什麼其他一些成文呢 比如說2018年的時候 這個2017年的時候 這個美國的一個信用評級公司叫做Apifax 它造成了一次很嚴重的數據泄露事件 在北北大約有4000萬人受到影響 然後我當時也受到影響 我的SSN所有這些信息其實都已經被洩露 然後都是一些很高明暖度的一些信息 然後他們其實後來發現其實是一些系統底層出現了一些漏洞 那接下來呢 其實另外一個舉出注目的事情呢 其實也是微信的數據泄露事件 在今年3月份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這個 我想看他叫什麼 Matters Giver Victor Giver 這個一個推特的一個博主 他在推特上發出一張圖說 我找到了這個微信數據的這個公開的MongoDB的接口 然後他可以在上面看到任意的所有的這些微信上面的一些數據 一些對話 那這是他們PO出來的一張圖 這個左邊呢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懂中文嘛 所以他就在左邊發了這個 他本來有的那裡面的那個MongoDB裡面那個field裡面所寫的東西 那其實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非常日常的一些對話 也都被洩露了出來 那超過了10億微信用後受到的影響 然後大約至少有 至少超過有3億條中文訊息 可以被隨意的訪問 那這個不說這些東西 那我們也都知道 比如說當初在這個Snowden 在爆出來這個 爆出來了這個美國 在從2005年開始 就已經一直有一個叫冷靜計畫 叫Project Prison 他在這個計畫裡面 他暴露出來說 美國其實在一直都在超級 所有公民的所有的這些隱私 所有的這些 你不僅是你打電話時候的數據 還有你發短信 發訊息 發的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都在美國的這些監控之下 那天眼計畫也其實也是中國的 這麼一個另外的這麼一個數據收集 或者數據監控的這麼一個計畫 那說這麼多其實 說為什麼這些東西比較重要 剛剛跟大家講這麼多泄露的事件 那其實想到大家就說 一我們隨時隨時隨地 其實都在被監控著 不僅說是我們在網路上發的一些訊息 而且你打你的電話 甚至在你沒有在打電話 你沒有在用手機的時候 手機可能也在收集你一些訊息 然後我們的數據 就是收費收集到這些訊息 也在對頻道會 各個平台收集並亂用 那Facebook這件事件 就影響美國重大權的這件事件 其實就是這麼一件 一個事情的影射 那用環相可以被隨意地 通過任何很簡單的方式 給你profile出來 然後給你推薦一些你想要知道 或你不想知道的一些訊息 然後你的隱私在毫不知情的情況下 會侵犯並且濫用 那這些是我們不想 這個讓大家在未來再受到影響的一些事情 那在講我們真正常理之前 我先講一下什麼的身份 我可以快速說一下 那identity is a quality beliefs of personality lobes or expressions that make a personal group 那其實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一個人的身份 其實我們現在在社會裡面的身份 其實更多的是說 你在社會裡的樣子 比如說你的年紀 你的性別 你的國籍 你的職業 然後還有被任何認識 這些東西都是被政府所認可的身份 那 那當然這張圖就先不說了 那每個企額都長得一樣 那你怎麼才能區分開來 每個企額是不同的呢 那 第二個我來講的其實是 更加重要的其實是我們的數位身份 那就是我們 這次團員家的情 那它是你在網路上的樣子 那可以是你的臉書帳號 也可以是你的路由帳號 也可以是你的reset帳號 是這些帳號都是被在第三方 平台任何的認可的身份 那我們這次要講的其實是 主要是說我們如何用數位身份 來幫助我們來 這個獲得自己應該獲得的隱私 那現在數位身份也有的問題是什麼 其實現在有非常多的 這個我們現在有非常多數位身份的 這種提供商吧 比如說這個 但是其實有非常多的這個問題在裡面 因為這個身份呢 其實與隱私是逆不可分的 那我們的信用其實都基於第三方的平台的信用 比如說你的Google帳號的信用 其實你的信用都基於在Google上面 那臉書也一樣 Horandy也一樣 Twitter也是一樣的 那我們在不同平台需要注射不同的帳號 然後我們但是他們第三方平台 對我們的用戶的數據 或者我們的隱私其實濫用的 非常的嚴重 因為他們其實可以access到 所有所有的這些數據 那我們如何才能看 就是如何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式 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其實現在有一些比較好的 或者說現有的 大家想看一些解決方案 比如說這種密碼管理工具 大家可能都用過這個one password 或者說如果你用這個iphone的話 那這邊有這個apple keychain 它會幫助你記錄一下你所有的這些密碼 那你只需要記錄一個master keyword master這個password就可以了 這樣的時候 它都會幫你自動登錄那些 那些比如賬號或者說公開 但這樣的問題其實就是說 你還是在不同平台上有不同的身份 那這個你的隱私問題其實也沒有被保護 然後就是一個截圖了 然後接下來呢 另外一種呢其實就是這個open ID open ID也是一個兩千零幾年時候 被這個被提出來的一種一種 這種standard 但是幹嘛呢 就是說你可以用你的google ID 或者說你用你任何的open ID的這個 這個ID去登錄去authorize 其他不同的平台 那比如說我們現在有這個google login 或者facebook login 或者說大家可能更熟知的就是 還有這個twitter login 你會在那些部分平台上看到這些類似的東西 那其實它也是幫助你更好地管理你的身份 但是它的問題是 還是沒有幫你解決了數據隱私的問題 你的所有的這些東西 所有的這些信用 都是還是基於第三方式的平台的 那這個是我們還是說 覺得說沒有解決我們現在已有的這些問題 那還有這個其實就是截圖啦 然後呢我們今天想講的其實就是說 是分散式的身份 那其實就是一個decentralized identity 這個其實如果大家如果只有昨天 其實昨天我看到有一個talk是 在那個502 是那個blockchain那個路 他講到其實就是說blockchain 或者decentralized identity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也可以跟那個人去 溝通一下或者討論一下 那我大概說一下 那其實數位身份是什麼 比如說大家如果用過peer的話 比如說peer的話 如果你用過rsa 或者說你登入過ssh 用你的ssh key 登入過一些服務器的話 你會知道 那其實這種數位身份 其實就是一個keypad 那你可以用用戶自己來創建 然後呢他可以被第三方認證 然後你不需要用在第三方平台去authorize這件事情 唯一你要做的事情 其實就是自己來這個創建 並且來分享 那我大概就是 那我大概其實就是 這其實是一個DID 其實是一個W3C的這麼一個 這麼一個這個project 那這個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這是他們的extender 現在新的發出來的東西 那信用在哪裡呢 其實就是 他或我們稱之為這個數 基於數學的一個信用 那其實就是說 這個每個身份 都會保存在一個被公開 可以被公開訪問 並且公開authorize的一個帳篷裡面 或者說一個公開 可以被這個訪問 或者說認證的這麼一個 一個第三方一個平台 那沒有 只有你可以去authorize 每次的這些操作 然後可以被第三方的所有人 都可以去認證 你這些操作是你做的 那這個的話其實就是一個基於數學的一個身份 而基於數學的一個身份 也是我們今天想要 或者說也是今天我們在 我們這個整個產品裡用到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 但是其實即使有的DID 那其實有這麼一個東西 你還是有隱私 因為你所有的數據其實還是保存在 這些所有的這些網路上 平台上 比如說你即使用你的這個數學身份 來登錄Facebook 但你還是會 會在上面PO東西PO文 然後所有PO文都會保存在Facebook上 沒有被 然後所有這些東西其實都明文 所有人Facebook 所以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你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想說 想提供 給大家一些 alternative的解決方案 那這個我們不上到新的平台 我們只是做一些這個工具 給大家來用 然後呢 我今天會講的是 就是我們知道網路上的這個隱私狂呼吸的方案 叫做MASCO 也是今天這個Type of 所講的東西 那什麼是MASCO 那我快速講一下 其實 一呢 它是一個亂七插件 然後每個用戶 然後製成一個 或者可以奉用一個 你本來已有的一個數學身份 那我們這邊默認是用 一個 一根曲線 叫做ACCPL的K1 這根曲線 來做這件事情 然後你需要將這連結你的這個 臉書的一個帳號 然後你可以在上面 創建加密的PO文 然後你可以分享給你 所有你想分享給你的朋友 可以是你所有的好友 也可以是你自己選擇的一些人 然後我們是HPL 3.0的license 所以說 所有東西都是開源的 沒有 沒有就是 所有東西都是可以被audit的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隱私 或者說信用上的一些問題 可以去看我們的代碼 那我們要為什麼要做MASCO 其實很簡單 就是 我沒有什麼可以隱藏的 但是 我不希望我的數據或隱私 被任何人亂用 那我們現在這邊 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這個 本來其實我不會講這個 但是我覺得 還是有必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大概長的什麼樣 在第一次使用的時候 你會就是 可以創建新的這個 這個keeper 也可以是說 又不用自己的原案也有的 然後這邊會幫你一趟 就保護一個保存一個 保存一個p store 在這邊 backup在這邊 然後最後呢 是需要你去連結你的這個 Facebook帳號 那Facebook帳號連結之後 就就像我們那個intro那邊 我會把我的這個p 放到裡面 那其實這個的話 其實比較短 其實它就 只有打來三十幾個字符 所以 它的限制其實是100多個字符嘛 120個字符 所以其實你還可以 在裡面填任何其他 你本來也有的一些intro 然後 我今天早上大概做了一下這個demo 然後這個是我們也有的這個 這個平台上的這麼一個界面 那這個以外呢 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 本身的那個Facebook的那個poll create posts的那個框 其實在上面 那我們在下面做一個 新的一個一個 一個穩穩的輸入框 然後你在可以在裡面 發一些東西 那比如說我 我發了這個morning cost cup 然後你在下面可以選擇 你想給share 給的同學或者朋友 然後在第三步的話 如果我點擊那個現在發布的話 它會自動會 靠避回那個本身也有那個 create posts那個框 然後我們希望讓用戶就三次了hold 請他先點一下那個之後 我們會幫你自動發出來 當你 然後你還需要再點一次那個post 那之後的結果其實就像 右上角那樣子 就會uploading 然後之後 本upload上去的東西 其實都是類似一些 亂碼一樣的東西 但是 就是 因為我們是那個 如果就是 被上傳之後之後的話 如果你有這個他界 然後你剛好也是被這個 這個 剛好是這個poll也是share給你的 那你就可以自動 解析出裡面的這個poll文 然後這個名文 然後這個我們也做了一些這個 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mobile app 所以說在mobile上也可以用我們這個 產品 那它其實是個pwa 然後也不會是用你特別多資源 像刷臉書一樣在刷這個東西 然後就是我們架構圖啦 這個可能沒有時間來講 但是這個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其實我點擊他會把它 分數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這個slide 然後這個的話是我們的這個 這個這個這個 就是Mathbook的這個gintub的page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後我們現在 呃 比較多的這個poll文 然後那個我們是從 大概從 五月份才開始密集的開發的 之前只有一個人在開發 然後到六月初之後 我們才有大概兩 三個人開始做這件事情 所以說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們也希望得到一些大家的一些幫助 所以說這些都是我們現在已有的一些這個討論 可能也有社區上一些人 來幫參與的幫助 然後這個最後的其實就是我們一些 這個其他一些這個infomation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contribute的 或者說想幫忙的話 想更多了解的話 可以來這些地方 然後我會等一下會把這個這個 這個算會放到那個 我等一下看一下吧 可能應該有那個hypermd那個地方 我會把它放到上面去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看一下 好那個應該時間就到這邊吧 我也不想拖時間 好謝謝我先這樣 謝謝